大家好,我是泡泡 大家记得半年前各地兴起的社区食堂吧 那真是特别火,所有人都拍手称快 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为它解决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让不方便做饭的老人有可去吃饭的地方 同时它又有人文关怀 让那些在都市里的打工一族年轻人 也是不方便做饭,没有时间做饭 可以去到社区食堂 但是最近看新闻 说社区食堂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经营不下去的情况 这短短的几个月为什么会这样呢 给大家分析以下这四到五个原因 第一,饭菜口味难以满足需求 很多人说社区食堂的饭菜刚开始确实不错 有荤有素,有干的有稀的 但是时间久了发现总是那么几样菜 菜品非常单一,不丰富 这也不难理解 它毕竟不是私营餐厅嘛 它不可能根据消费者的口味换着花样来做 而且社区食堂对厨师的要求也不高 你只要能把这个菜做熟了就可以了 对于口味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所以说口味就不那么刺激 不过这倒挺适合老年人的 因为他们吃的都比较清淡 但是年轻人就不去了 因为年轻人都喜欢口重嘛 因此会损失一些年轻的消费者 另外社区食堂只适合单独去 不适合一帮人 比如说家庭聚会呀 或者说宴请宾客呀 因为这个饭菜比较廉价不适合请客 而且也没有那种服务感跟体验感 总之就是众口难调 既要满足老年人那种软烂口味清淡 又要满足年轻人口味刺激 这个是很难平衡的 于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它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竞争力也变得比较弱 原因二成本大挣钱难 即便国营食堂它的饭菜很便宜 但是它并没有说像私营饭店一样 有那么多顾客那么火爆 但是设备人员一样都不能少 比如房租和员工工资加在一起 一年的固定成本就不少 然而社区食堂的毛利率又覆盖不了它的成本 这就意味着多开一天就多亏一天 以保定的社区食堂为例 一共聘请了四个厨师 但是每天只有三十几个人进店吃饭 人均消费十元 一年的收入只有十二万 但是员工工资就需要二十六万 所以亏损很严重 迫不得已只能暂停营业 是啊你看现在的房租成本是大头 其实社区食堂是便民工程 房租应该给他们适当减免 以此减轻经营压力 增加一些公益属性 又要说他们高额的房租 又要让他们的菜品好 价格低 那可真是难以为继了呀 原因三 社区食堂压力小 这里的压力并不说成本压力 刚才说到的成本压力确实不小 现在我说的是经营压力 社区食堂的经营压力 比外面普通的私营饭店的经营压力小多了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才能改善经营提升品质嘛 品质提升了顾客去的多 那收入就上去了 如果入住的社区食堂 没有一点危机感 只要领导一句话 这个服务商就能进住 办的不好也不会被社区开除 领导呢偶尔会来视察 但不会天天都来 当领导不在的时候呢 他们便懈怠 磨羊工 干多干少 反正拿的钱都一样 那你还能指望他经营的红红火火吗 原因四消费者担心食品安全问题 现在的社区食堂 都不是八九十年代 单位自己弄的那种 真正的国营食堂了 都承包出去给服务商了 因此呢老百姓就开始担心 食品安全问题了 基本上社区食堂的价格呢 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 为了减少成本 不少社区食堂还使用预制菜 这就让居民担心 你价格低 是不是因为你采购了 质量比较差的那些食材 居民担心他们得不到监管 因此就不愿意去消费了 好以上就是社区食堂呢 现在纷纷关闭的四个原因 你们去社区食堂吃过饭吗 你们同意吗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